Attempt 好,我们来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a我们念成a 接下来的这个字全部都是子音 只剩下e这个母音 所以我们知道t-t-e-n-p-t 这是一个音节 e在这边念成a的音 所以整个字我们就念成tempt 再加上前面的a 重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attempt 那attempt这个字呢 当作动词 它的意思呢是试图 好,我们来看例句 Jeff is disabled But he still attempts to make a living without depending on others Jeff呢,他是disabled 他是有声障 也就是说呢行动不变的意思 But he still,他依然attempts to do something 好,那我们看一下attempt是试图 对不对 所以attempt这个字当作动词的时候 如果遇到动词 不要忘记了 后面要加上一个to 好,但是呢他仍然呢 尝试着要去make a living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片语 英文念成make a living 我们中文呢把它翻成呢 叫做自谋生计的意思 就是谋生 英文就念成make a living 所以呢他仍然呢 尝试着呢要去谋生 靠自己谋生 without而没有 这个时候的without呢 我们中文呢翻成不的意思 而不干什么呢 depending on others 好,那这个depending on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动词 depend 好,那depend这个字呢 它原本的意思呢 就翻成依赖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不及物动词 那如果你要接一个人 或接一个事情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要搭配一个介细词 on depend on 就是依赖 所以呢他不想要去依赖其他的人 others 这边其实就是等于 other people的意思 就是其他的人 好,其他的人 我们可以用others 后面加s 来代替这两个字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ttempt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动词之外 还可以当作名词 中文也是仕途 来我们看例句 the player made an attempt to catch the soft baseball but she fell and missed it player 指的就是球员 made an attempt to 这是一个很棒的片语 其实这个make a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一样的后面接不定词 它其实就等于attempt 后面接不定词 意思是一模一样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一样的都是用attempt 为什么要多出一个片语呢 它其实就是为了要有所变化 所以呢如果呢 它当作动词 后面直接接不定词 那如果当作名词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在前面要再搭配 另外一个动词 那这边所搭配的动词呢 就是make这个动词了 好,所以这球员呢 尝试着要去catch 要去接 接这个soft baseball 指的就是累球 好,累球英文就念成soft baseball but she fell 好,fail这个字呢 就是fall的过去式 原本的意思就可以当作跌倒 好,它呢 跌倒了 and missed it miss就是错过 错过它 这个它指的就是这一颗累球 好,所以呢 attempt这个字当作动词跟名词 都是当作仕途